中共當局的清零政策導致稅收拒減 作為地方政府主要裁員的土地銷售稅收 也隨之急據下滑 中共當局面臨高達6萬億元人民幣的資金缺口 同時中共國家統計局31日又公佈的 最新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從4月的低基數水平回升至49.6% 仍處於臨界點以下 中國經濟數據備受質疑 有經濟學家表示數字會被美化 此外中共國務院印發李克強日前召開會議 規劃實施的33項穩經濟措施 確保3.45萬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設施 在專項債券6月底前完成發行促進投資 由分析認為中央強壓地方搞專項債 勢必造成地方債務風險大增 中共國家統計局5月31日發布5月採購經理指數為49.6% 較4月回升了2.2% 比市場估計的48.9%為高 但仍低於富榮林界點 連續三個月落在緊縮區間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 高級統計師趙興河表示 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地區逐步復工復產 在調查的21個行業中 PMI位於擴張區間的行業 由4月的9個增至12個 現時製造業景氣面呈現積極變化 中國有兩個PMI指數 一個是國家統計局官方的 以大中型企業為主 另一個是財新指數 自稱是依托Market同財新傳媒的研究力量 以中小型及出口道向型企業為主 對此 市政評論員黃克 鄉大紀元表示 中國的經濟數據官方都有管控 所以只能作參考 黃克認為 4月以來中國經濟很差 上海的封城效應正在擴散 物流不暢信 國內和國際都大受影響 特出標誌是 5月25日 李克強開的10萬人會議 要穩住經濟大盤 從這個角度來看 形勢恐怕沒有統計局說得那麼樂觀 黃克表示 中共有經濟預警機制 最高層應該掌握內部情況 但存在兩個問題 經濟預警機制能否做到實時 準確監控 以及不打折扣地上報 近年來 迎合上衣和政治正確 及黨內鬥爭 使中共當局的經濟決策成為大問題 黃克強調說 國家統計局部的數據 在當前的微妙時刻 是有政治影響 如果指數好看 說明了上海封城的影響正在淡化 是可控的 可謂習近平的動態清零背書 所以還要看看財新數據情況 經濟學家羅家聰 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在封城下指數回升 估計同部分企業有辦法 在封城下保持局部生產力有關 但暫時看不到中國的經濟有新動力 能夠將PMI指數從萎縮變為增長 經濟學者司令亦表示 新公佈的PMI回升 只是表面數字上有所改善 但與經濟表現回升 仍存在很大距離 他解釋說 與自由經濟體不同 中國經濟出現下行時 政府可以通過調控政策 利用以各有企業為主的經濟結構 以公有制再分配的方法 改變經濟表現下行的幅度 日前路透社根據30位經濟學家 作出調查所取的中間值顯示 5月份中共官方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有可能為48.6 雖然比4月份的47.4略有上升 但仍然連續第三個月出現產業活動收縮 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財經頻道》CNBC報導 野村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表示 最近一波Omicron疫情 以及3月中旬以來的大規模封鎖 導致政府收入急劇收縮 包括土地銷售稅收 野村分析師估計 中共當局的資金缺口約為6萬億元 其中約2.5萬億貴印於退稅和經濟增長趨緩 另外3.5萬億元則來自土地銷售劇減帶來的損失 分析師表示 中共即將出台的刺激措施 不管是特別債券或是政策性銀行增加舉債 都是為了填補稅收缺口 而且3.5萬億的土地稅差額恐怕難以補償 根據中共官方的4月經濟數據 COVID-19封控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上星期 罕見地在全國性會議上坦誠 經濟情況惡劣 他說自3月份以來尤其是4月份 一些經濟指標明顯走低 困難在某些方面和某種程度上 比2020年疫情嚴重衝擊時候更大 CNBC指出 即使在這波疫情爆發之前 由於中共打壓房地產開發商的高槓桿操作後 作為地方政府收入重要來源的土地銷售稅已暴跌 現在地方政府還必須實施中央政府宣布的減稅 退稅措施以挽救經濟增長 銀保資產管理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說 必須注意到財政收入的下降不僅發生在被封鎖的城市 很多沒有爆發Omicron的城市也受到影響 因為他們的經濟與被封鎖的城市有關係 張智威對CNBC說 它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 雖然中國很多城市的財務數據並不透明 但南方科技中心深圳發布的數據顯示 4月份的財政收入同比下降44% 此前3月份的財政收入同比下降7% 根據香港萬德資訊的不完整數據 青海、山東、遼寧、河北、貴州、湖北、湖南和天津等地區 今年前4個月的財政收入同比下降 天津下降幅度最大高達27% 今年前4個月中國的財政收入主要是稅收收入 同比下降4.8%至7.4萬億元 而教育和醫療等領域的一般性支出 增長5.9%至8.1萬億元 據中國財政報數據 政府基金收入主要是出售土地所得 同比下降近28% 而這一類別下的支出增長35% 張智威說 地方政府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財政壓力 他們的支出在增加 但收入卻在下降 他說 土地銷售也在急劇下降 中央政府可能不得不修改財政預算 並發行更多債務來幫助地方政府 目的投資者服務公司副總裁兼高級分析師袁仁傑表示 一個後果是 今年用於基礎設施的資金將會減少 他說 由於土地銷售一直是地方政府基礎設施支出的重要來源 土地銷售下降 和特殊債券的有限增長 將限制基礎設施支出的融資選擇 外資撤離中國股市達150億元 彭博社截至5月31日的數據顯示 今年以來 海外投資人透過護港通和深港通 減持護深兩市股票 已經達人民幣150億元 創下歷史新高 這也是彭博2017年有數據以來首度淨流出 彭博的報導認為 離岸交易者可能要等中國的經濟數據和財報數據 有了確切的復甦後 才會返回中國市場 報導表示 分析師和基金經理們認為 中國股市不會像2020年一樣 出現V型反彈 而阻礙中國股市快速和可持續性反彈的主要原因 包括美國聯準會正在收緊貨幣政策 中共的清零政策 對控制Omicron變種病毒的效率不高 以及 壓金為止的經濟刺激措施 未能達到市場預期等 台灣巨鏗網則在相關報導中分析說 外資大規模撤離中國股市的主要原因 是中共的動態清零政策 烏克蘭戰爭 以及北京加強監管 削弱了外資對中國資產的需求 《華爾街日報》5月31日報導 對習近平來說 今年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一年 中國經濟出現了嚴重放緩 官方經濟數據的可信度 由此受到考驗 很多經濟學家質疑 在今年剩餘的時間裡面 陸續發布的官方數據 在多大程度上與經濟現實保持一致 有些經濟學家表示 仔細研究過中國的統計數據之後 體會到的一點是 當經濟處於轉接點的時候 或者在具有特殊政治意義的時刻 要注意中國數據的矛盾之處 也有經濟學家表示 經濟增長大幅放緩下 中共當局或者會做出餘下的選擇 接受給5.5% 經濟增長目標慢得多的增速 改變或取消該項目 或者收績數據 自信公司TS-Lamber 駐倫敦的中國和亞洲研究主管 羅瑞格林說 這個將會是一個真正的考驗 我預計數字會被美化 問題是程度會有多嚴重 格林說 所有國家的統計機構都會修訂經濟數據 但是在中國 修訂數據往往是為了政治利益 而不是為了更準確 從蘋果公司 Tesla等在華業務龐大的企業業績中 或者從台灣和韓國等 貿易夥伴公佈的出口數據中 都可以明顯地看得出 中國經濟在放緩 經濟學家還仔細研究商業調查 衛星圖像 以及貨車運輸量 和水泥產量等一系列 不是那麼常規的指標 國家統計局5月27日通報說 2020年和2021年對河南、河北和貴州等省份 進行了統計執法檢查後發現 存在不同程度統計違法問題 中共中紀委、國家監委官網 5月31日通報 江蘇省委前副書記張敬華 因構成嚴重職務違法 並涉嫌受賄犯罪 被開除黨籍公職 通報提到 它涉及經濟數據造假 張敬華現年60歲 2021年12月1日 他在江蘇政協黨組副書記任內 被指涉嫌嚴重違法違紀被查 中共國務院5月31日 印發了擇實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的 33項穩經濟措施 要求地方政府6月底前確保完成3.45萬億元的 基礎設施專項債券發行 以促進投資 並歷增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畢 當局提出要穩住第二季經濟 以實際行動迎接中共二十大召開 據中共財政部數據 截至5月27日 新增專項債已發行了1.85萬億元 佔總額的54% 這個意味著地方政府要在未來一個月內 再發行近1.5萬億元的債券 黃克表示 地方政府發的債券有一般債券和專項債券 一般債券是用財政來償還的 而專項債是靠項目本身收益來償還的 風險就大 中央也在控制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 所以一般債券發行少 專項債發行多 但專項債的很多項目並不好 地方不想多做 想將專項債轉換成一般債 但中央在卡住 黃克說 現在為保經濟數據好看 為二十大政治服務 中央強壓地方搞專項債 勢必是地方債務風險大增 中央也不負責 不僅是中國經濟掉進陷阱 還造成中央地方矛盾激化 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但就成為了中共的常態